花蓮溪首座水泥大桥 建英大桥 在时隔超过40年后 第二代的建英大桥也在109年的2月动工 目前工程的进度达到了83.95% 预计在110年完工 花蓮县议会建设小组15号是来到了建英大桥 进行考察的行程 小组的总招黄振富表示 期盼这个建筑特色的桥梁 能够为花蓮中区促进观光的人潮 以及文化价值的体现 第二代的建英大桥 从原本的480公尺沿床到960公尺 路宽也从4.8公尺加到9公尺 新桥两桥塔象征为两位老师 双塔造型核实 有守护之意 旧桥则会保留两座桥墩 以及桥面作为纪念廊道 并且计划扩大纪念公园 我们旧桥的长度其实只有480公尺 那其实整个花蓮西的河川治理计划 从凤林提防到三星提防 它的河道宽是960公尺 所以其实有一半的平面道路 都在整个河道范围内 所以这个除了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以外 对河房的安全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才会有水利署也辅助一一国来帮忙我们县府 益助这个经费来改建 建设小组总召黄正部议员邱光明 郑宝秀 在听完建设处的简报之后 也爬到目前正在施作的二代桥梁上 了解目前的施工进度以及期盼未来能够多规划相关的活动 来促进中区的观光发展 建英大桥是我们这个地带非常重要的一座桥 这个桥背后也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所以我们建设小组今天特别来看一下它的最新进度 我们看到它的进度已经有8成5了 预期明年的7月就可以正式让所有的乡亲来使用 这一座非常漂亮非常安全非常便利的一座桥 那各方面的设计还得到中央政府的一个工程的奖项的鼓励 所以我预期这座桥未来一定可以让这个乡亲有不同的感受 第二代建英大桥经建总金费4.27亿元 桥床宽度则增加 包括塔高23公尺的双塔造型击贝桥 其中双塔造型宛如双手合十般祈祷 象征张建邓玉英两位老师继续守护 凤林镇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